今天是日本311大地震六周年 当地多个地方都举行了悼念仪式 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46分 也就是当年大地震发生的一刻 警报响起了 在东京的悼念仪式全场默哀 首相安倍晋三和文人亲王等 也出席及致辞悼念遇难者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受到海啸袭击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的 日本岩首县 工程县和福岛县 至今还有12万3千人在全国其他地方避难 在受灾三县仍有34000人住在临时安置房 2011年3月11号 工程县对开海底发生九级地震 引发大规模海啸 位于岸边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在海啸中受损 泄露大量辐射 是继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辐射后 最严重的核事故 核电站周边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NV7综合报道 月号资露辐射 内容 3 20113 2 3 4 3